现在呢我们也是需要听听我们嘉宾对于马六甲市区的一个评价了 我们现在线上联系到了我们的联线嘉宾 他是沈童青先生 他也是行动党马六甲市区的国会议员 早晨好沈先生 你好你好 是今天我们要谈一下这个马六甲市区 刚才我们大致就给我们的听众介绍了一下马六甲过去的历史 马六甲王朝的历史以及这个现在的这么一个发展的情形 那么我们还是详细的就是知道一下 现在马六甲市区他还是以旅游业为主吗 是毛甲现在整个发展基本上还是注重在旅游业 因为可能马六甲有很浓的历史背景 然后加上已经在2008年被联合国交戈、额文则主 首先全部成为世界历史遗体 所以已经是吸引了好多那些外国的旅游业来毛甲 所以周政府还是注重在旅游业 好一步前 是 那说到这个旅游业嘛 我就想到前不久 就是这个机场节 因为让这个交通太堵塞而就要关闭了 那这个事情后续发展怎么样了 当然周政府已经把这个各自一边 已经暂时各自一边 因为连我们旅游部长以及其他的一些部门 都认为机场节不应被取消那么的封建计划 就说周末三天 周五周六跟周日的封建 所以目前还是保留原装 还是保留原装 明白 其实呢 就是在马六甲市区 马六甲呢 它的这个 它也是有周议会 就有行政议会是周议会的 那么在这方面 它的这个 就是执政 因为是马六甲这个周议会的执政党 还是国阵这方面的 那么 本身如果说作为反对党的国会议员 您认为 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这样子的能力会 会不会得到充分的发挥 或者是说 有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会得不到一个 得不到一个充分的认可 可以为马六甲市区做出一个未来的改变 在马六甲虽然是说28个周议会里面 有21个是在所谓国政的 他们就是目前的执政党 在马六甲 然后反对党 包括我们行动党和回教党 可以拥有气息 不过因为我们的这个反对党的议息 全部都是集中在马六甲市中心跟市交 就是某家的连连连接的那些州选区 然后州的整个发展的计划 以及不管是在商业跟在旅游发展 也是全部集中在这一代 不幸中变成我们的选区 我们的议员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的重要的 政府不可以忽略 因为直接的 就要传达整个兴趣 也支持不支持一些计划 也必须经过我们的议员们 跟选民们的沟通 那么这方面执政党有没有做到呢 就是有一些议员或发展 是通过国会议员和州议员去实施的 或有一些拨款给你们 让你们去做一些相适应的一些计划 拨款的目前完全没有 拨款没有 所以我们的反对党议员扮演的角色 基本上还是环绕了几个部分 一个就是我们针对政府的一些设施 一些计划 我们反以名义 所以我们要提出一些看法 然后我们假如认为一些市政方面有偏差的话 我们要去交涉 我们要去争取 然后之中我们也要 在州议会也好 在国会也好 我们也要去做出一些建议 就是一些建议 引进基点或者一些书记 为什么我们政府的一些计划 必须更改或者一些必须取消 同时我们会建议一些新的计划 这些我们认为可以帮到 面对州内的一些目前所面对的问题 就是在冒假时期里面 所谓的那些严重的交通出塞 治安问题 然后这个发展不均衡 导致太过集中在这些地方所带来的一些民生问题 这些都是议员们需要去特别的去跟进去反应的 所以这是我们目前议员正在反应的解释 如果政府在一些计划里面 虽然他们不听我们的宣告 或者我们的意见 一意孤行的话 我们就看到最终这些计划 正如我们所料的 出现了那个失败 导致的一连关的问题 不止浪费了我们的人民的公款 也就是我们政府花了好大笔的钱 去得不到医疗中的或者是他们的期待所得到的那个效果 那么我们举一个例子 就是曾经因为有一些事情 州政府没有按照一些州议员或者是国会议员的提议 而失败的这些计划的例子 当时我们就很强烈的反对 我们说这项计划 将是一个不需要的 不实际的计划 将会花的钱不实际的 因为我们主要的 只是人有我们也要有 用这种心态去看 我们必须要看我们需要不需要 因为我们老讲这个股城 假如你要把它建在一些股计区 那个当然就会破坏到股城的一些股建筑物的结构 所以他就建议沿合做这单规过程 当时我们就有跟他说 你沿合已经有了 这个旅游的渡轮 有游船 你也有所谓的高空旋转塔 所以这些都是观景的 你何必要花一个这么大的款项 去建一个单轨火车 而非必绕到河边来走的话 已经是弃咬那个观景的意义 花了不必要的钱 最后这项计划被证明失败 平行走走到最终完全停顿 就是这个计划里面 得到不是很好的管理 然后这个所谓它的火车 它的火车又一直出问题 行走三两个月就要停几个月 所以一直出问题 从开始到现在完全停顿 这个是一个最最最我们说 最最最可以众人看到 现在成为好像一个一个 一个停顿的计划这样 有爱观念这样 那么您认为马六甲市区 最大的一个名声问题是什么 其实马六甲市区最大的名声问题 目前当然是周末的那个土车 所面对的交通的那些 都很危险 另外一个有问题 令我们感到非常担忧的就是 在于市区的那些 尤其是旅游区啊 一带构计区的治安问题 还是相当的令人感到担忧 那些多案啊 还有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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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破门偷窃案 还是经常发生 然后啊 在于一些市交方面啊 就出现了严重的那个 他们周末的那种标车档啊 那麦兵啊 还有啊 这个口马迹的问题啊 马迹堵破的问题 导致那些 社会带来的 人面所的社会问题 这些是目前 昆仑老的 我们市区全民 人民里面所 经常感到啊 非常的担忧的 嗯 那您就是针对这个 周六周末的时候 这个交通拥挤的问题 有怎样的一个建议和计划呢 啊 其实啊 我一直来 我从啊 80年代做做员 我一直来 都一直啊 做建议就是 希望政府 要啊 要啊 所谓啊 多远 多远 跟平衡的 各个发展 不可以把整个发展 太过集中在 在在在在 在在士气 因为你知道你 集中在士气的话 你啊 你你你你你你你将会 带来了 嚴重的交通问题 嗯 因为我们啊 啊 古城呢 那个道路的狭窄 尤其是啊 那个建筑物啊 古建筑物不可以受到啊 啊 嚴重的 那个那个 等等堂 然后你是有有 有带来大大的那个 那个那个 那工程 将会已经破坏了 他们的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 建筑物 所以我那时就一直 建议说啊 我们应该向内陆多一些 一些发展 然后把把整个啊 啊啊 啊 商业跟那个 不要转移转移轻 去视角 然后让这个 这个 这个股计器成为一个啊啊 啊 啊 就是纯粹啊 跟理由有关系的 那些行业在那边 尽量不要 带太多的商业 带进来这个这个 这个股计器 将会啊 带来 这个 这个 之前已经建议了啊 当时啊 政府就 经过 经过 当时啊 州政府的整体 就说啊 他们将会啊 得到已经得到 联邦政府的 提准 将有一个 沿海大道 沿海大道 将会 另外 南上北架的 那些那些 那些车辆啊 啊 就是说 不要近日啊 时期 可以啊 可以避免 这样多车辆 进入时期 这样子会减少 那个这样的交通 嗯 可是 政府在啊 建这个 这个所谓沿海大道里面 就出现了 严重的糟 嗯 就是他们是 要啊 叫做啊 以分阶段来减 就是说 他们要先让 该区啊 啊 有进行啊 有发展的时候 才兴建道路 所以到今天 都还借不上去 就是说 从啊 南上的 或者是啊 啊 要上去 跟北下的 完全没有一个 一个连关的 所以所有的车辆 虽然来到 好像我们说 从基里旺 基里旺的 两沿海区 要近日 近日是期的 那 唯一到到这个啊 啊 我们的商业区 他就停在那边 他没有办法再接上去 要去马坡的 各个路 嗯 所以那车辆 没办法 他又绕我 造我一进去 所以 导致整个 市中心 非常的非常的 突测 嗯 这些事啊 是很严重 然后我们还是看到 马六角座政府 还是 为了 短期的 那个 商业的 或者经济的 考量 还是集中在 整个 这个我们的 市中心 就是他们 在市中心里面 就沿 沿到整个 毛甲市的 就进行很大大大 规模的 那沿的 填海计划 填海计划 就兴建好多商店 一直沿着 普特拉克斯巴那 一直到到 西里方去 这整个一带 这样 没有 完全没有解解到 交通的问题 反而会加剂 更加严重 这是我们感到 毛甲族政府 在发展的 计划里面 太过短视 没有 没有 进行比较长眼的 等等的考量 其实应该的 发展更多的 应该是在 野心期 压落压野期 让整个 整个 毛甲毛甲的 城市 有一天可能会 扩大整个 毛甲市区的 范围 这样 不然的话 我们一直 集中在一个地方 不但填海的 就会破坏到 海底震台 影响到 移民的 生活 同时 整个 发展也 令到 鼓起器 越来越出现了 好像是 有 破坏到 整个鼓起器的 面貌 这个是我们 所感到 感到担忧的 是 那么那条 就是外边的那条 沿海大道 怎么没有通上去 就修到一把 就是 本来 整个计划 是 沿海 沿海 达到 马六甲 那些地方 因为它必须要建 一个 跨海的 大桥 因为那边 刚好 是有一个 好像一个湾 所以它必须要建 一道 一道桥 这道桥 所需的 当然的 那些建筑费是 不少 加南大 所以这道大桥 一直来 就 它们就 停在那边 我在国会 也曾经 做了好多次的提问 走回大的 还在进行 最后的 那个 DNA EIA 那个 环境 凝固 最后的环境凝固 已经批准了 我正在寻求 那个城堡 城堡 建桥的 工程 可能要招标 可是 讲了几年 还是停在 那边 现在州政府 又有一个 新的 开年 它就想要 以这个 填海 激化 要兴建 这个 马拉卡 然后希望 从那边 可以建一道 桥过去 那个 内陆 这样子 无形中 沿海 沿海大陆 就要经过 这些 这些岛 人造岛 然后才 才接过去 接过去 南下 麻坡的路 它是以为 这样子 不但可以 带动这些岛的 发展 也 变成 就是 可以 连接 这条沿海公路 不然的话 沿海公路 就是太史书中 就是停在这边 没有办法继续的 是 这样子的计划 还是蛮好的 那么 现在有计划实施吗 目前当然是 好多 好多的宣布 中国 组织 进来 然后 要在那边 建 邮轮 码头 然后 还有 要改善 那边 那边 要新建 新的一个 一个 有主题的 发展 那个 商业 旅游 集中的 一个 大计划 不过这项 计划 当然 我们 希望它 可以成功 因为 看了有 中国这方面的 投资 向前 强 可是目前还没有 可以看到很 技术的 都在进行 有听说 只是有听说 还在做一些 必须的 那些 计划 不过 还没有看到很 技术的 只是看到 一些 我们内陆本来的 那些 码头 有做了一些 一些改善 他们要改成 深水 码头 又在进行做一些 工程 不过这个 我们这个 越锐的 大型计划 目前还没有 看到它 完全正是 在 中国 明白 你刚才说 除了这个 交通问题之外 还有这个 就是 偷窃啊 或 抢劫的这些 违法问题 这些方面 问题 你有怎样的 一个想法吗 我们 会见 州总警长 跟他们讨论的事情 已经 不止一次 好多次 经常 都会跟那些 警方那边 进行一些 一些对话 然后 反映 警方 所在这方面的 所应做的 然后 我们看到 警方也有 进行一些 防范 所以 有在 有开始 有在 旅游景点 那个 主要的 集点里面 开始有 警方的 粘三缸 有 临时的 警警 然后 这些 我们发现 是有 带来一些改善 最起码 我们看到 那个 密码案方面 都减少了 然后 针对一些 一些 我们 人民非常 非常 担心的 就是走 北法的 突破的 往上 突破的 这些电子 都突破 所谓的 马区 一直 一直在 我们 好像在 跟警方 抓鸣堂 这样子 跟 地方政府 采取行动 对付一些 在商店 尤其是 比较 天地的商店 里面 进行这项波动的时候 警方去 所谓 去采取行动 过后 他们又转去住宅区 又转去 租务区 他们一直在 好像不可以彻底的 去 所谓 对付 这些 这些 赌博的 运动 警方好像 还是无人为力 有时 虽然 需要 动员到 来自 不给阿曼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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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法 他的卵 可是还是 停了 三 还是 两个月 又再 再 开 这些事 一直 一直 跟着我们 毛家 尤其是一些 化验 臨居民 一直看到他们 对他们的 這麽奇迹 带来很大的威胁 那么 这方面 有没有一个彻底的解决办法和解决方式呢? 其实我们认为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觉得每当换了一个总警长 假如为什么一些信任的一些总警长 他们就可以很有效地去读解这些活动 可是一旦有一些人事的变动 这些又再出现过 尤其是好像是从一周渔去一周 这样子有在一种流动性的 这些是很有一种组织的方式的 所以是不是警方里面假如是很大力的 要去针对要去启迪的话 他们就会避开这个行动 所以我觉得不是做不到 不是不知道只是究竟有没有尽力的去做 因为假如你说警方这方身本就是无人为力 这样我觉得是太过低哭了 我们警方跟其他制法单位的能力 可是为什么当一 好像之前我们有一个大多余书记做总警长的时候 那几年根本都过的活动完全被违纵 被违纵 被违纵 被停止 就证明这是办得到的 然后过后他退任过后 其他的上来之后 就先从开始 我们翻译了 我们投诉了 他就会停一个时期 过后又再来过 过后又再出现 所以这点 我觉得警方要证明给人民看 他们是对于要去启迪这种非法 然后渡过中心是完全不会做出政策的 那个零容人 必须要有这样的决心 让人民可以给幸福 明白 就是之前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或许也有一些可能 因为之前我们在有一些就是移民局里的一些官员 串通其他的一些人 然后把非法移民闹进马来西亚 或许这方面在这个马六甲市区这个警方这方面 也需要引以为继 然后能够全力以赴的把这个赌博问题给清除掉 对对对 那么也知道就是沈先生是马六甲人吗 这是马六甲人 是 您刚才说你八几年就开始当州议员了 我86年 哦 86年就当州议员了 然后一直到现在为止 我当了世界州议员 一直到2004年 我转换选去竞选 我就拜了 我输给当时马化的行政议员 那个大的社会中 过后我2008年我再从未竞选国会 所以现在是第二届的国会议员 哦 是 08年到现在 哦 是这样 您认为就是在在86年到现在为止 这已经是20多年的左右的这么一个时间里边 不仅仅二十多年了 有三十多年的左右的一个时间了 然后您认为作为以为名州议员或国会议员 您也亲历了就是马六甲在三十多年当过程当中的一个发展的历程 您的感受是怎样的 马六甲当然从我做州议员到现在 我们经济乐我看应该有五位首席部长 他们特别的他们上任过后所进行的计划 当然有有点 有些比较注重在这个旅游 有些比较注重在那个工业 有有注重 所以我看到马六甲的 当然短期内我们看得到毛甲整个旅游业 或者跟旅游业有关系的行业都非常的 可以说的相当的很大的发展 但是无形中也看出在工业跟农业方面 我们就已经越来越被忽略 也越来越落后于其他的州属 这一点是毛甲 好像之前我说的毛甲州政府应该特别的关注的 就是在发展里面 就是出现不平衡 就是说应该在发展里游 里游所谓里游工业方面 你不可以忽略了我们的毛甲的一些基本的 我们的农业的发展 你看毛甲已经是所剩无几 以前是毛甲的一些我们种种稻米的 已经在市教方面完全就被物业取代 看到马六甲早期的一些非常成功的研究发展 也一直在被切割 然后进行那些物业的发展 物业的发展成为一个新的他们 一个新的化缘物 所以在于居住方面 当然我觉得这也不为过了 因为市区的已经饱和了 已经没有办法再进行发展 所以你必须要移出去市教 那也是我之前一直在想要发展 必须要移出市教 可是在移出市教方面 你必须要配合 配合这个所谓居住的地方 所带来其他的小型公园的发展 以便让这些居住在市教方面 他们也可以我们说避免 今日时期可以在他们的居住环境 附近方面有所谓的工作 或者生意 商业的活动 这样子的话才可以扩大整个马六甲时期 不是纯粹只是居住在市教 这样子他们还要驾车进京市区 接着工作 现在无形中有更多车辆 因为他们居住比较远 他们需要买车 他们家庭大的 一个家庭可能要两三两车 可是这些车最终全部已经为了市区 每次parking 拍车方位加缺少 然后车辆无乱的停在路边 保持交通出现问题 这些都是比较有完善的规划 完善的规划 这些是我看到目前我们的州发展里面 还缺乏了 不是他们没有做 我觉得不是没有做 他们把行政中心转移去 Handradaya MITC那边已经是属于市教 I-Cross的前期 然后他们把州议会也翻去了Gabang Gabang 也已经在 然后它一些政府重要的部门也移开 然后这些当然是我觉得是对对的做法 可以把它移出去 让在行政方面 在我们市民每天要进行的一些必要的 跟政府的事务的可以开始的 要减少面对交通的问题 这些是要 可是公共交通还是不够完整 所以导致很多人还是 宁可的驾驶车 就算要付安美业 而都付那些费用 停车费用 都是还是用自己的交通工具 这些是我们还是必须要针对的 不过因为我们州的发展就注重在于所谓旅游 所以他们就认为古迹局是现成的旅游的卖点 所以就无形中一直绕着这边 再策划他们的发展计划 所以你会发现到整个商业期 就是跟旅游区毗零 他们把人宁可填那个海 我花也不少钱 来建筑这个所谓新的城镇 新的商业区 然后这个新的商业区 基本上为什么一定要建在那边 就是因为有现成的他们那些 那些旅客 现成的那些 他们旅客需要的那个 所谓budget hotel 他们所需要的一些 一些有跟旅游业有关系的行业 他们就觉得那个比较近 所以在旅游景点比较靠近 这样子就在那一台发展 这种就非常集中在整个 Kotlaxmana 整个 马拉卡拉雅一带 繁着这个古迹局的 非常我们说太多密集的 那个发展结果 就忽略了 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旅游景点 好像在iCrow一带的旅游景点 那一带也可以带到更多的发展 你只要你看那一带的旅游景点 你找不到几间所住宿的地方 你找不到几间有好的 有一点比较水准的旅游景点 全部都是集中在市区 所以我觉得这个发展计划 是有些步步平然 第一个就是我们忽略了工业跟农业 第二个我们在地方上的发展 就太多集中在这一个 马拉雅市区方面 所以这个导致了交通问题 治安问题 全部都会有一种连锁性的问题 是 是 一个区域的发展 它有一个旅游 就是旅游行业比较出名带动 它是一件好的事情 但是一个城市的发展 它不仅仅需要有一个经济的支撑 它需要给民众一个很幸福 或者是说很安居乐业的 一个生活环境来居住 所以按照这个方面来考量的话 似乎马六吉亚这样的一个 无论是周一会来也好 政府也好需要去考量 考量刚才沈先生 你所提到的这些问题了 希望以后能够得以 相适应的一些解决 也谢谢今天沈先生 沈先生与我们共同的这段分享 也谢谢您在三十多年来的 一直服务 谢谢您 谢谢您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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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是 刚才我们与这个 沈通信先生 讲了马六吉亚的方方面面 也能够感知到这个地方 它未来的发展潜力还是蛮大的 因为它的主要的航运中心也在这 很多国家都看中马六吉亚 这个海峡的一个重要性 但同时呢 我们不仅要发展我们的这个旅游业 同时我们要均衡的发展 以得以使生活在马六吉亚 这个地方的居民 有一个很好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素质 而且我觉得主要来讲的话 我觉得一个地方的发展 如果可以尽量不要去打扰人民的生活 那是最好的 当然也是促进地方经济 也是对人的生活也是很好啦 主要从中要有一个平衡吧 嗯 是的 好 而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 我们明天星期五的时候再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